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概程度落在进阶 所以你有心理准备 如果你是高阶的话 你可能在自己再找一些其他的范例 因为我在云端上还有放很多的其他的补充范例 你有时间可以自己看过 那入门的话你可能要心理准备 要多花一点时间 再来的话呢 我们的那个最多同学想要学什么 可以看到 大部分同学还是以 以CLBBA多工作表 应该算是工作不止 因为我们前面还有一个班 所以你要前面有一个入门班 这个班是属于稍微进阶一点的班 所以上课内容会有跟前面有点关联性 前面的主要是有关函数跟基本的BBA应用 OK 那这个班可能会再往前推进 所以会讲到多工作表 就是你可能很多工作表 比如说你工作表的大量工作表合并 跟有没有合并嘛 比如你有很多工作 12个月份你要合并成一个 常常遇到嘛 按一个按钮 自动全副合并 或者是说你有一个总表 你要把它分割 分割 比如说12个月 你分割出去每一个月 一个工作表 诸如此类的 这个是属于多工作表的应用 这个也是我们上课的重点 所以刚好同学有提到 另外ESEL跟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部分的话 当然有几种 也许你可以把ESEL当资料库 要不就是说你还有个外部资料库 外部资料库比较常用的 也许像SS 或者是说可能 我这边可能会多介绍一个 比较没有费用的问题 它是一个所谓的自由软体的一个 叫Mysql的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的话 它用起来其实还蛮方便 而且没什么问题 但是它不需要花费用 OK 除非你拿它来盈利 盈利当然就不允许 可是你非盈利的使用状况 它是免费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 后面会讲到有关这部分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可能在VBA的进阶设计 跟表单的部分 那表单也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同学 应该蛮想要把表单学好 因为表单学好之后 你在输入资料上面 其实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可以在前端就先 限制使用者输入什么资料 那它就自然不会输入 很多的错误资料 在你的那个Excel 或资料库里面 那自然你就不需要 再花很多时间 回头再去做什么 做一些修正的动作 你会发现很多 现在很多企业里面 就是因为这个 前面都没有先限制 通通都输到Excel里面 输入完之后呢 输入一大堆之后才发现 啊 问题来了 怎么办 再回头再想说该怎么办 那你为什么不开头的时候 就限制它呢 OK 尤其像什么跨很多区域的啦 像两岸三地 其实很多也有类似的这种 公司企业 也类似有这种问题 之前我也遇过一个 一个公司就是这种需求 它已经输入了 然后才要想办法去 怎么去补救 这很麻烦的嘛 你已经错了 那怎么办 你要不就是 先把那个问题先解决 什么怎么解决 再来可能就是要开始设计表单的 输入之前啊 你就每个地方 反正你就限制它 什么能输入 什么不能输入 该输入什么资料 啊 然后等等的相关问题啊 给它做一个限制 那其他的话还有像 自电台就这部分 可能是比较是前面 前面的入门班的啊 所以当然也会讲到啦 不过可能这里也许 它稍微聊 那还有高阶的 这个函数应用 选的比较蛮多的 其他好像跟大数据相关的处理 其实它蛮多同学问说 那个Excel跟大数据之间 有什么观念 其实当然Big Data 有一个重点 它就是大嘛 它是数量很大 那你不可能用人工的方式去处理 这个是一定的 那怎么办呢 你需要用一个工具 那工具现在很多嘛 坊间有很多像什么 R 什么Python Java 或者等等的 甚至VBA 那为什么用VBA 其实道理很简单啊 因为没有一台电脑 现在几乎没有一台电脑 应该没有安装这个 所谓的Excel吧 基本上 几乎连Mac上面都会装Office吧 也会装Excel 所以呢 Excel你只要Excel的话 里面就会有VBA 你不需要装任何的东西 就可以去做城市的撰写了 我想几乎没有一个环境可以这么厉害的 其他环境还要安装一大堆 而且光安装 就是还有设定很多环境变数等等的 光要把那些东西学好 这已经是非常麻烦的 那VBA完全不需要 你只要把它打开就可以开始设计了 第二个 那个像一般的资料 还是习惯存在Excel 可是其他的语言要存取Excel的档案 还要再去转档 还要转完 转给他可能其他 比如说CSV 转完之后再转回来 那VBA没这个问题 VBA直接就存取Excel就好了 干嘛还要转来转去 所以后来我其实我实际上工作 没有特殊需要 我干脆用VBA来写就好了 直接打开就可以用了 而且资料也不用转来转去 多好 所以目前来看 应该没有一个开发环境 可以在这部分 跟VBA互相抗衡的 几乎好像没有什么对手了 我觉得有这么方便的吗 好像你说 有没有一个开发环境 一打开 马上可以去转写VBA的 有没有VBA VBA X又跳出来了 多好啊 对不对 而且不用设定 马上可以用 又跟Windows完全相容 这个好像没有 所以目前他应该处于一个 无敌的状态 这讲一点夸张 不过我想想 对有什么开发 因为我基本上 我教过的程式语言 超过10中以上 但是最后呢 我还是最常用VBA 为什么 因为它最方便 其他的语言 不就是很麻烦 像Java 你要设定一大堆 环境也要装来装去 要不然就装很大 像V2 Studio 现在最新的版本 一装起来 30GB的空间 硬碟 而且它装非常久 装一大堆东西 你只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功能 何必呢 用VBA就好了 OK 所以 这个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 当然每个工具 都可以达到你要的 处理大数据的 这个部分 那你 我觉得啦 你学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行 大家也可以用 OK 这部分跟各位说明 好 那为什么来选这门课 看起来 大部分同学都是因为兴趣的关系 自我成长 想多 兴趣跟自我成长 这样导致蛮好的 因为 学这东西真的要有兴趣 没有兴趣 可能很快就阵亡了 真的 尤其 对 所以 尽可能啦 这门课 你当然不用太 有压力 但是也 不要完全没压力 因为我看有些同学 完全没压力 慢慢就 就有学 回去没练习啦 下一个来又 又重新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 甚至不会做说明一下 那另外我们这门课 主要就是在办公室里面 提高自动化的这个能力 那当然 在效率上面可以提高 那办公室应用的软体里面 当然我刚刚讲过啦 最高的应该就是Excel 那Excel里面 如果你要能够 加快它的处理速度 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你把 所有的函数 250几个函数 其实里面 除了total 大概250几个 你可以非常熟悉 想要怎么就怎么样做 这个第一个 包含里面有进阶函数 你有没有办法 马上可以 这个功能 哪一个函数 可以帮你解决 OK 但是 很多地方 是内建函数 没有办法解决的 有没有 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是Excel里面的函数 它没办法帮你解决 怎么办 这个时候 只能用VBA了 OK 你不写VBA的话 那 再来你可能就 土法链纲 慢慢动 对不对 慢慢慢慢 对不对 很累 所以 提高效率 还是非得要 写一点VBA程式 这个阶段的课程 我大概 可能的方向 也许就是 或许会讲到函数 可是会讲到 是比较进阶的函数 再来就是说 进阶函数之外 可能在有一些 解决的方法上面 进阶函数还是很麻烦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考虑用VBA 那VBA在前一个这段 我大概讲了 就是说 不外乎大概两种形式 一个可能按个按钮 它自动全部一键完成 这个是一个方式 VBA的第一种形式 第二个就是 制定函数 插入函数的时候 会跳出一个使用者 你定义的 那也可以拿来 快速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我想 我们会几个 再来也许就多工作表 工作表之外 也有工作部 工作部就是档案 Excel档案 比如说像 常遇到的 像你有很多工作表 你希望按个按钮 自动帮你另存成 那个一个一个Excel档案 这个需求 或者是按个按钮 除了帮你存档之外 还帮你寄给 各个部门的那个人 对 这个其实 这蛮方便的嘛 可不可以做到 当然可以 很简单 对我来说 那只是 不过我会把程式码给你们 你们只要能够了解 程式没几行 逻辑也很简单 但是你只要懂的话 其实你也会觉得 越来越简单 那当然前提就是 你慢慢把这些东西 融入到工作里面 你会越来越有成就感 我觉得这也是必要的 你也学习的动力 可以大概会有这些方向 另外还有跟资料库 也许跟网路抓资料部分 也许有点关联性 比如说网路上有一些资料 你可以把它抓下来 不过这边牵涉到的部分 又更复杂了 为什么 因为网页上面 你恐怕要先了解 网页的格式 它基本的HTML 的那个语言 还有架构那个标签 如果你对这个标签不熟 你光要抓就有问题了 你怎么去了解它的结构 如果你对结构不清楚的话 要抓就有问题了 所以 当然我也会带一些简单的范例 至于进阶的范例 也许看各位的实际上学习情况 我们再来增减 OK 好 这个部分大概跟各位做说明 那另外我先 首先做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 自我介绍 因为 要找到我很简单 吴老师 关键字 在那个Google上面 吴老师 前三个应该都是我的连结 OK 那 另外的话 你打Excel VBA教学 其实也蛮多的 尤其YouTube上面更多 另外我除了教那个VBA之外 我也教很多程式员 其中蛮 比较多像App开发 所以你找App开发教学 其实在前面几个连结 也有我的 然后 相关的东西 其实我教蛮多 像工训处 像那个东西大学 经济推广部 还有我们这边 新北市劳工大学等等的 那我在 这方面的实作经验 超过20年 我认识VBA 也超过20年了 OK 那我教学经验 应该也差不多了 反正 蛮长的一个时间 另外这是我的相关的一个经历 那我曾经有创业经验 然后也有 城市传写经验 然后也有很多的 丰富的教学经验 所以一大堆 另外的话呢 教过的蛮多东西 这是我的证照 我这里是锦上天花 我有三十几张证照 OK 然后 另外我还有一个值得提的就是 我的YouTube有一个 我其实不止一个 我有大概有十个频道 因为角兔不止要三窟 对不对 那我有其中有一个频道 它的观看次数 超过五百万次 OK 那这个五百万次 你看起来好像不多 不过你不能跟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Pico太郎那种 那个随便一下子就几百万 几千万了 但我没有 那个大叔那么厉害 那不过这些都是教学 那里面的话 我订阅人 订阅者 有一万两千多人 那其实这个数字 我觉得 其实也没什么 好好说的 不过我 最前一阵子 在网络上看到 有一个YouTube 也有一个 有一个老师吧 他是做行销的 他就用这个来说嘴 他就说 我应该算是 他就讲了说 我应该算是YouTube频道里面所有老师观看次数最高的 我看一下他的观看次数 我就笑了 我就奇怪 他说我已经突破十万观看次数了 他说 我应该算订阅人数最高的老师 看一下 刚才我临头了 他就一千多个 想说 不过他很厉害 他很会行销 我真的很佩服他 他可以讲的自己真的很厉害 也许他真的是很厉害 但是就是说 我看一下 我好像真的太谦虚了 没有了 这开玩笑了 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做这些事情了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反正就喜欢分享 默默的做 有些事情其实也不是太高调 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是有帮助的 我发现上班族最喜欢看我的东西 因为那个时间点观看次数最高 回到家就不看了 礼拜六礼拜天也会比较少 所以可想而知 对上班族应该是有一定的帮助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些Google蛮厉害的 其实说真的 他也没有跟我收到半毛钱 我影片都一直用他的空间 在用他的流量 他不只没有跟我收钱 而且还会每个月还会给我钱 而且还给我不少钱 出国旅费都绰绰有余了 OK 所以多少钱不要讲 这没什么好说的 另外我也是一些那个证照考试的咨询委员 跟那个出题命题委员 所以这个也大概 在这个领域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那他也是很喜欢做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那写程式是我的兴趣 会一直持续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动力 并不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OK好 那再来的话有关 参考用书 如果你没有把那个Excel VBA学好 我建议是先把函数先搞清楚 在Excel里面有多少个制定函数 这些制定函数主要就是 它一个函数就代表 背后可以帮你解决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状况 它可能会对应到某个问题的解决 但是有可能有你的问题 可是没办法解决 那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你要变成要自己写VBA了 那里面的话当然 这里有两本用书 这比较简单的 OK 那在那个讲义里面也有提到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本商科用书 这个也是参考用书 这个我是最近看到 这排行榜还蛮前面的 这本的好处就是它里面呢 这范例非常多 总共有468道题目 而且把所有的内建函数分成九大类 一个几乎每一个函数都几乎都讲到了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题目都做熟的话 相信你对函数应该已经有一定的程度 但是这本书的缺点是 它里面没有VBA 它只有函数 OK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这本书是从那个 对岸翻译过来的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范例 可能不太合适 像什么身份证字号 你看这跟完全不一样东西 它里面有好几题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略过 所以这里我有一些甚至范例题 也会拿这个题目来当成我上课的题目 所以这也许等一下 我们可以里面有几题 可以给各位了解一下 再来就是有关VBA 刚刚前面是有关函数 那VBA部分的话 大概有几本 坊间可能我比较推荐像奇标的 像这本 就是有关基本的讲座 VBA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到底VBA能帮你做什么 它有哪一些地方 你可能需要了解的 那也许你可以先把这本书 另外还有一本 就是博硕的 VBA Israel VBA 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OK 光看这个书名应该就会很迈了 有没有 一点都不难 如果你翻完之后发现一点都不简单 OK 那是真的是可以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是没错 可是就是 还是要去聊 不过他的书 这两本书的缺点就是说 大部分都讲理论 范例真的太少 所以理论部分 我是建议 你如果有一些概念性的 不太能够理解的 也许你可以用这两本书当成基础 那我会实际上用 实际上的范例 把这些概念 融入进来 把它融入进来 我想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那其他的话有关 再更进阶的 像这个这本书 也是范例比较多 50个范例 而且是高手 那这本书比较偏聚集录制 他就教你用聚集录下来 怎么去做修改 可是这本书有个缺点 就是他的bug非常多 我刚刚讲 就是我要帮他debug 就是这本书 而且他有时候录下来 录一大堆 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写两三行就好 他录一大堆 所以可能因为作者 也许他不是特别专长 在诚实撰写 所以他 可是他的优点是 他的范例非常多 而且其实也算不错 另外有关 那个资料库部分的话 他有这本 这本是也是 那个古川顺平 是一个日本人写的 里面的话讲到有关 VBA跟其他资料库的 一些连接方法 那其实 我后面也会讲到 有关资料库 不过资料库 你恐怕 需要注意的有几件事情 跟VBA怎么跟他串 当然第一个 你要先了解一个 关键字 ADO 因为VBA本身 不能连接资料库 ADO 有点像是一个外挂 开一个外挂 就可以跟所有资料库连接 然后连接了之后的话 你要跟他 talk 沟通 所以沟通的话 资料库的共用语言是什么 SQL SQL 这个我想应该 应该都应该有点概念 如果你要跟资料 任何资料库沟通的话 就是SQL 最常用不外物 查询 新增 修改 删除 大概这些 如果你把这些了解的话 那你跟资料 VBA跟资料库沟通 就完全没问题了 就跟你出国一样嘛 反正你把英文学好嘛 那你任何资料库都可以沟通 那后面我也会举一些例子 让各位了解啦 那因为书里面它翻例非常多 而且功能全部都讲 可是我觉得不见得你们每个都需要 所以我会把最重要的部分来跟各位做说明 那其他还有像那个这本 这个资场 这本其实非常的薄 但是我觉得它写的还蛮不错的 所以这边推荐给各位参考 那有一些书可能比较早期啦 也许不见得可以马上可以找到 大概有这几本书 其他的话 大概课程理念 还有上课的规划 我大概会有因为我们有11次上课 所以大概会规划10个单元 那包括今天啦 也许大概会有这些方向 所以请各位待会呢 就先做几件事 第一个到那个云端上面 帮我下载那个这个 范例题 讲义在这里啦 如果你要讲义 你要列印的话这边有列印 或者你可以弹出 有点点这边弹出的 你也可以直接另外开一个视窗 去看这些 那所有相关我刚刚讲的 像参考用书等等的 这边还有一些相关 你们可能会用到第一个单元 每个单元的相关的 城市会用到的参考画面 上面都有 但是这边没办法复制 所以呢 如果未来 这城市嘛 你看讲义 要自己打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 假设有时候你上课时间 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需要去参考到我的城市的话 你可以到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就是 我将来会有一个城市码 那如果你实在来不及的话 比如说你是选入门的那同学 你可能光看我打完 你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开始的话 那至少你要学会 城市在哪边 至少会Ctrl-C Ctrl-V 贴到那个地方 你把它握个起来 那回去有时间 自己再重新 再做过一遍 那这样慢慢 我想你比较可以跟得上 这个地方在云端白板 所以慢慢要习惯这个部分 那云端白板里面 当然还有其他的 一些相关的每个章节 还有其他的补充范例 有时间的话 也许你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待会请各位先下载 那个范例档案 点它 这边也下载 下载之后呢 它会在下方出现 把它储存 我把它存在某个地方 储存之后呢 记得把它解压缩 我这边已经把它解出来了 解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边可以把它按右键 这边有个解压缩 解出来之后的话 里面会有我们之后 会用到相关的范例题 OK那请各位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也许先把那个网址 记得这个网址 以后 回家或上课 都可以连得到 你到家里 这个也可以连到 然后 尽量把这个网址 把它记下来 操在一个 可能你未来 可以找得到的地方 反正你回家练习 或者是上课的时候 都可以连到这个网址 那里面有我们需要的 讲义跟范例档 那请各位 先把那个范例档下载 并且解压缩 那待会的话 我们会来看一下 有关 这个 也许我们可以从 从比较简单的题目 开始来讲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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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